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奇能意识》 故事一开始,小红身为知名女演员,刷大牌这种事情是天天都有的 导演对着小红流须拍马,但小红也丝毫不care,顺带还损了导演几句 这个导演也是狗腿到了一定境界,不仅没有生气发飙 还专门为小红准备好了燕窝作为早餐 小红见状没有接受反而扭头命令自己的助理 抛到市区的另外一头去买另外一家还没有开业的豆花 助理自然不敢说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小红的耍大牌就到此结束了 除了导演和助理,化妆师也没能幸免于难 小红嫌弃化妆师的手不干净,坚决不让化妆师碰自己的头发 就在化妆师去洗手的过程中,小红头顶的灯意外掉落,砸中了小红的脑袋 灯里的电通过地上的水传入了小红的身体 这一刻开始,小红的身体产生了一丝的不一样 大家很快把她送进了医院,等小红有清醒迹象的时候,助理很快凑上来 非常紧张地询问小红需不需要喝水 可助理的这副样子在小红面前却变了画面 起到光闪过,映入小红眼帘的并不是助理殷勤的外表 而是助理幸灾乐祸的内心 助理在骂小红活该,这时化妆师也来医院探望 在小红眼里化妆师愤怒地在骂自己 她责怪小红明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还天天毫不顾忌地说自己讨厌同性恋 而导演之所以狗腿是因为她已经五年没有接到过戏 这部戏拍完之后她就可以顺利还房贷了 所以不管小红怎么过分都要忍气吞声 眼前剧组的这几个人让小红有点头疼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看见这些与现实不一样的画面和声音 随后医生和护士进来给小红检查 这次小红又看到了医生和护士的坚情 医生是有老婆的人 可是她总是被着家里的妻子和护士偷情 甚至趁着给女病人检查身体的机会不断地在开游 面对知名女性小红 医生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就在要对小红下手的时候 两名警察接到病人的举报及时出现带走了医生 小红出院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小区的清洁工 小红听到清洁工在骂自己每天目中无人 这次怎么没有被电死 小红受不了了就赶紧上前去理论 这时旁边的大爷走过来劝小红 人家是个哑巴怎么可能会骂你呢 这时小红才发现自己因为事故得了怪病 拥有了可以窥探别人内心秘密的毒心术 完全恢复后小红又去了片场工作 这时的她才发现原来片场的每个人都不干净 一个女配为了能够增加戏份傍上了导演 而巨物大妈场上偷剧组的东西 偷完之后还贼喊捉贼 最恶心的就是剧组服装师 经常偷看女演员换衣服 气得小红当场就跟服装师甩脸子走人了 更让小红失望的是 每天表面光鲜亮丽的自己 其实只是所有人的笑柄 自己也根本没有什么真的粉丝 小红沮丧的回到家 再看了看男友后她惊呆了 男友竟然和自己的助理有一腿 小红删了男朋友一巴掌 然后独自开车离去 伤心之下小红意外出了车祸 几个月后 正在床上休养的小红 接到了记者发布会的通知 走到楼下时 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 小红很意外 自己竟然没有听见清洁工在骂自己 难道是自己的超能力消失了 在记者招待会上 大家询问小红出车祸 是否和男友出轨有关 小红表面上微笑着回答 一切只是个意外 跟男友没有任何关系 心里却想着这种白痴问题 谁会承认 没想到的是 小红心里的一面竟然被大家看到了 于是记者又开始疯狂的追问小红 他为什么会承认这件事 小红想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 心里却在大骂记者 你们这些人每天就会瞎歇 结果刚刚的内心活动又被记者听见了 小红的表现让记者们都傻了眼 原本清纯可爱的形象也瞬间崩塌 此时经纪人上前来提醒小红这才发现 自己能看见别人内心的能力虽然消失了 但自己又多了另一项能力 那就是让自己的内心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一瞬间小红慌了心神 急忙的戴上了墨镜 但已经不能不救了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报纸新闻发表了出来 上面全部都是小红嚣张的外表 从此小红的事业已落千丈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表